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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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校长 今天有很多台南市的陈市长 张市长 我们行政院的第一组的组长 苏组长 还有我们道德科学研究会的创办人 白环舞传的夫人 还有我们也代县长夫人 很多贵宾 很多好朋友 在中国热的天气大家来参加这一场的演讲会 我想这个今天是库满 大家用赞的 不好意思 因为最贵是房队可能比较少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我们李家桐教授 校长 他是一个教育家来演讲 我想大家都听过他的演讲 在他的报纸文章里头看过他 我也是非常尊敬他 因为对于这个他完全是一个学者 学者 他很多事情都在关心热素团体 还有他有轮到我主义的这种情绪 这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头 有风骨的这种学者 对于我们国家都很关心 不管我们的这个俗正方面 他也有他的看法 他能够以他的立场专利 能够来化为 这个很不简单 可惜就是我们李教授没有从政里面当过 我在我前立无数里头 大概推崇过两位从政的学者 是我最尊敬的谁在那里头 一个就是吴大友 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天故事的那个王浙龙 他们都很有学问 非常谦卑 但是他一定有颜值 这个很不简单 现在这个社会 事实上政治家也没有 大部分都政客 学者也没有 大部分都学客 那我们这个李教授 他还是永远维属他这个独自的风骨啊 来再关注这个社会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更好 大概一直都维属这个 大家也晓得他 既然大学的校长 还有近一代的校长都做过 现在是这两个大学的讲座教授 都是很资深 但是他的演讲内容都非常好 今天是大量阅读的重要性 我想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昨天台湾现在这些要钱多了 当官的人都 读书的人很少 所以才这个社会 今天我们理校长来演讲 我相信这个题目对大家一定有很帮忙 但李教授也号召力很强 所以这么多人 医生现在占了很多 非常对不起 那我们现在以热泪鼓掌声 欢迎我们李教授来给我们演讲 谢谢 董事长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那我想我今天和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这个大量阅读的什么 我在讲这个题目以前 我首先要和各位解释一下 大量阅读有别于一个东西叫做精读 那么各位都知道 我们国家的传统并不是大量阅读 那我想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在古时候的西方国家 也并没有鼓励大家大量阅读 说实话一直在文 文艺复兴以前 大家的想法也是很奇怪的 那个时候 好像你只能够读圣经 我举个例来说 而且是少数人在读 一直到后来才 整个的人类 西方国家有大量阅读的想法 那我们国家一直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读圣贤书 圣贤书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仔细的看他到底讲什么 有的时候要在上面写字 那写字要用红颜色的诸笔写下来 写下你的感想 通常是感想啊 你也不可以说 我不赞成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那这个时代啊 说实话是过掉的 因为啊 我们国家 现在的时代圣贤 实在不多了 那如果一定要读圣贤书 可能就没有书可读了 只能够读古书了 这个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想啊 我们现在讲的大量阅读 就是要反过来 就是读的书是很杂的 而且要读得很快的 首先把这个两个观念和各位讲清楚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小孩子有功课不好的现象 那我们常常要问啊 这小孩子为什么学不好 当然有很多原因啊 那其中有一个我可以告诉各位 那就是他书看得太少 等一下我会讲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是真的 那这个是一个数学的例子 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呢 他他并不是脑筋不清楚 可是啊 他数学起目会看不懂 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那所以我现在要讲 我们这个一个小孩一个人啊 如果他的书读得不够多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影响 那第一个影响啊 就是他的普通尝试会不够 第二啊 就是学任何的课程啊 都会有困难 那什么叫做普通尝试啊 普通尝试就是 不是很专门的 那我这样讲 微基分就是专门的 物理也是专门的 对不对 很少人说我我我我物理非常好 化学也是专门的 历史厉害的历史 学家我们当然跟他是不能比 他们有专门的学问 那普通尝试就是说啊 你我这些人呢都该知道的 这个叫普通尝试 那这个当然很难下个定义 这个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知道 而结果没有知道 或者应该知道 没有知道 那这都是不好的 那比方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伊朗国王 从前有一个伊朗国王 现在已经也去世了 伊朗也变成了一个叫做共和国 也许是不是有国王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王呢 到美国去去访问了 就去到白宫去接受国宴款待 国宴的时候都有人奏约 那这个奏约的时候啊 就发生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做了一个音乐 那个时候我也没听过 是一个电影的插曲 叫做《阿拉伯之夜》 好像很有名在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国务院的人来讲 这个国宴是由他们准备的 里面的音乐的节目 也是由他准备的 那他是要讨好这个国王 他认为这个国王是我们叫做回教徒 回教徒大概就是阿拉伯人 大概他就脑筋这样想 所以就演奏这个阿拉伯之夜 是讨好国王 哪里知道这个国王大怒 要站起来走掉以示抗议 为什么 他说我们伊朗人是波斯人 各位知道吧 有没有听说有个叫波斯人 Pershian 那波斯人跟阿拉伯人是世仇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搞不清了 不过我常常觉得波斯人跟很多人都是世仇 跟希腊人还叫也打过仗 所以排断就是世仇 而且这个世仇在那个时候还是蛮严重 各位知道有一个叫两仪战争 有没有 那个是发生在这个以后 发生在这个以后 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建发工程 那根据我的观察 这个世仇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 虽然他们都是回教徒 可是伊朗人是什叶派 英文叫做西亚 那么这个阿拉伯人 清一色的叫做三里 三里是逊宜派 那么这个我认为是这个两个派别中间的一个战争 所以从这个例子各位就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做人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你不能说我永远就是跟我认识的人来往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你一旦跟了外国人来往 你马上就会发生这种样子的问题 就是到底该不该知道那个国家的宗教 以及它的历史等等 比方说我们招待印度人是不能吃牛肉 对不对 我没错吧 可是招待回教徒了又不能吃猪肉 如果你请客 这两个人都来了 一个是姓印度教 一个姓回教 那你就给他吃猪肉 还有一点 现在有一个最聪明的就是吃素 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 大家怎么能说呢 我告诉各位 素也可能出问题 那是犹太人 犹太人说是你给我的食物 一定要经过犹太教室 祝福过的 这个就是少数的 现在的犹太人 大概有这种想法的人 不过我认识几个人 如果吃肉的话 一定要 那沙拉好像也是不行 可是他说他可以吃可乐 所以我就请他吃可乐 我也不懂 这个可乐为什么可以吃 我就搞不清楚 反正可乐因为圣经上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随便要吃 反正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犹太人是蛮麻烦的 我有个朋友 他是个美国人 他就跟另外一个犹太教授 两个都是教授 去爬华山 叫错了 是不是华山 就是这个在安徽的那个山 黄山 你看我这个没有普通常识 这个黄山是很高的 那时候没有 没有那个电车可以上去 所以他们两个人要走上去 再走下来 走下来的时候 是礼拜六 礼拜六 那么这个犹 有一个人是犹太教 那个犹太教的人 那当然要背行李下来 他说我们犹太人 到了礼拜五的下午 礼拜五的 太阳下山以后 我就不能工作了 所以我不能背行李 那另外一位说 你不背 关我什么 他说你要帮我背 所以那个朋友来写信 用email告诉人 永远要记住 不要跟犹太人出去玩 要替他背行李 这些都是很怪的想法 可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 我们必须要了解各种的事情 那么这个美一战争 我就不管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 最严重的是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战争是拖了大概11年了 公元2001年开始 现在公元2012年 而且还是没有要结束的现象 那么一场战争拖了十几年 美国是一个大国 对不对 什么武器都有 而且也拖下12个北约的国家 共襄圣旨 一起来打仗 结果还是打不赢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 那我就和各位讲一本书 这本书啊 各位知道18多少年 1842年 大英帝国入侵阿富汗 那这个理由也是非常简单 他们认为啊 我们可以统治印度 为什么不可以统治阿富汗 印度大得多 对不对 印度好大好大 阿富汗 这个我们叫米尔小国 这个这个这个 你怎么会不让我统治呢 所以他就进军 就进军了以后 马上就这个发现不对了 他的一个总司令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总司令被 被被被人家 半夜里面把他杀掉了 把他的头挂在墙上 城墙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他的部下 就是这个我们去不消 我们撤退 可是正好碰到大雪 这个阿富汗是会很冷的地方 这个军队一路 这个撤退的时候 一路都受到这个 这个当地的阿富汗的人的突击 有一个军人 是一个军医 他骑了一批女子 到达了一个安全的 所谓英国军队 驻扎的一个营地 那么这个营地就问他 军官问他 什么回事 他说这个我逃出来了 我活了 那他们说 大概还有别人会逃出来 所以啊 这个这个营地就说 我们把罗打响 我们把活把点起来 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存在 让其他活的人 可以跑到我们这里来 结果一个都没有 那多少人进了 我现在就是忘了了 都几万个人 好像是三万人 还是不止三万个人 进军阿富汗 活了一个人 那在历史上 听说这个是少有的 我也顺便讲一下 这个其实不止活了一个人 还活了两个人 这两个是小女孩 这个那时候呢 军队常常有把小孩子啊 太太什么都带了走 这两个小女孩也活了 那么当然这个军人看到 小女孩是不死 会把他们杀掉了 当地的农民啊 就收养了这个两个小女孩 一直到他们 这个小女孩也大概有点知道啊 就说我们其实是英国人 可是不会讲英文 到了老了以后啊 他们说好吧 现在我们可以让你回 英国说欢迎你回来 就是因为他知道 他样子也还是英国人的样子 可是已经不会讲英文 他们也回到英国去看看 后来算了 也回到阿富汗去了 因为他已经是 完全是一个阿富汗人 那我从这上面 讲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们呢 阿富汗是一个不容易征服的国家 这一辈子阿富汗没有被人家征服过 有史以来 各位想想看 英国法国不是很多殖民地吗 印度就是它的殖民地 巴基斯坦是它的殖民地 那么比方说我们说 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缅甸是什么国的 英国的殖民地 殖民地对不对 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等等等等 唯有阿富汗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 都是入侵过阿富汗 包含亚历三大大帝 结果仓皇而逃 不告诉我 就还中戒听说 差一点被打死了 那么还有一个是最后一次大军入侵 各位知道是苏联 记不记得 苏联 结果那个是打得最惨的一次 结果这个军队就是一夜之间 就是 就是堂尔皇之的就 坦克车把他们所有的军队 全部撤走 承认输掉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阿富汗是不容易政府的 那这本书当初美国总统布希总统有没有看过 一定没有看过 对不对 大家同学一下 一定没有看过 而且听说他是以不看书为荣 这一点才是糟糕 那底下我要讲一个故事 是有一次我替一本书写序 那这本书是讲的雷莎修女 所以我认为我看了没有看 我就 其实也没有看我就写了序 因为是翻译的 结果有人给我看 他说你去看这上面 这句话是不是很奇怪 那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说 教宗走下汽车 右手挽作她的夫人 各位有没有听说 教宗跟她的太太一起出来 右手挽作她的夫人 我说这个事有点奇怪 我就去问那个作者 他承认 刚刚讲的翻译的人 他承认这是她家庭去 他的理由也是很滑稽的 他说 这个书里面没有爱情故事 所以非常的无聊 他说看了令人觉得虽然无味 所以我就使得 那我说你加了这个有什么好处 他说这个至少使得这个书柔软一点 柔软一点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晓不晓得教宗是天主教的领袖 各位知道 他说他不知道 他就是完全就是碰巧他翻译过来就是教宗 可是他不晓得教宗是谁 那我说你晓不晓得天主教的教宗也是一个神父 他说他不知道 我说神父不能结婚 他说他又不知道 那我还是要讲这个就是缺乏普通常识 希望大家知道 这是非常严重的 我告诉各位一个人缺乏普通常识可能工作都找不到他 等一下讲一个故事啊 就是讲这个General Dynamics 各位知道General Dynamics 很多人也许现在不太知道 因为这家公司现在好像不太有名 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F16就是他造的 结果有一次我在这个看电影 看HBO的电影里面就是讲F16的飞机的事情故事 结果翻译成Dynamic将军 因为General也有将军的意思 那其实General在这个地方是通用 General Motor就是通用汽车 General Electric就是通用电器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普通常识 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学在此啊 那我就尤其劝你们啊 不要太专门 不能只懂你自己的内行 你还是要对各种的事情 要比较知道的多 可是这个普通常识来自什么地方呢 这非常简单 就是来自这个看报和看书 就是这样 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你不能够说是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有一门课叫做普通常识课 这个是做不到的 底下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很多的弱势的小孩子 是有问题 我最近碰到一批小朋友 不知道莫斯科 他说他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他听过墨西哥是一个国家 这个他知道 可是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 他真的不知道 那么各位想想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选项 是不是 这个也是代表啊 我们的教育啊 有一点太注重书本的知识了 这个这个是 书本上也许没有莫斯科 没有莫斯科 他就不知道 他的知识完全来自书本 那么这个就是严重 我可以告诉各位 有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很好的高职毕业 高工毕业 那么电机科毕业 可是他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清华大学有电机系 那他也不知道交大台大都有电机系 他说他不知道 那我说那我再问你了 那你认为清华大台大应该有什么系了 那不有电机系 对不对 他说我以为啊 清华大台大应该只有物理化学 这句话是非常对的 这个厉害的大学也许他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教你最基本的东西 剑桥大学就是这样 各位知道 剑桥大学就是这样 所以也许这个学生是 可是他其实是搞不清楚事情 就是他他就是不太知道 那这个都是使得他 比起其他的人来讲 会吃很大的亏 那底下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多的人 他不会交谈 那主要的也是因为 太没有普通常识 底下都答话答不下去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 很很可惜的事情 那底下我要讲啊 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阅读能力的严重落后 那么我告诉各位啊 你们有一个方法 就知道你的小孩 到底会不会阅读 因为这句话是很奇怪的 怎么叫做不会阅读 你叫他念啊 他会念 这个是不是就对了 那当然我现在讲一个 非常特别的例子啊 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 那我也相信少数的人 才会有这种现象 有一个小孩啊 我就叫他念 他都会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他都会 那我就问他 这句话什么意思 有一句话 他就完全不知道 这句话说啊 一头鹿 鹿就是那个 头上也有脚的那个鹿 一头鹿 用他的脚啊 撞到了一棵在鹿中间的树 大家听得懂吗 是不是 我告诉各位 这个小朋友是听不懂 他搞糊涂了 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他就回答他 就跟我讲 他不知道 所以各位要知道 阅读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当然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可是有很多的同学啊 他看了富尔默斯探案以后 他讲不清楚 这个富尔默斯啊 到底是如何破案的 大家懂吗 如何破案 那他是搞不清楚 这个千万大家注意 这个并不是一件件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这个果文老师啊 他是问一句话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个词什么意思 对不对 不要说 酷疼老素混样 酷疼什么意思 老素什么 老素的还没什么 混鸦什么意思 混鸦就是 有一个学生说 糊涂的老头 叫做混鸦 他就是一个一个字的问 整个这个文章它的意思 有的时候大家也不问 那么这个里面又有个原因 我可以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是问不出来 为什么 假如是我们中国古诗 是没有什么意思 不是这样讲 就是中国古诗啊 你是你不能问的 问了很少人答得出来 中国古诗就是很美嘛 就像你看一幅画 不然有个国画 国画 不过当然所有的话都一样 现在你看皮卡索的话 你说这什么意思 它也答不出来了 那现在呢 就是看国画 你答不出来 它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看古诗 你答不出来 可是看一篇文章 它一定要有它的意义 对不对 那很多人答不出来 我在这里讲 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看霍尔摩斯探案 那既然有人啊 这个 就有一个学生 看完以后啊 那个问题就是凶手到底是谁 他写霍尔摩斯 这个不是开玩笑 那我还告诉各位一个故事啊 就是我的一篇故事 一个叫车票 也许很多人都看过 那个故事里面呢 这个主角后来再去 想去找他的妈妈的时候 发现妈妈已经去世了 对不对 结果这个小孩子 最后写这个故事的大意的时候 说这个什么什么人啊 实在运气很好 因为他最后终于见到了妈妈 所以这个就奇怪了 那这个老师发现 他是很认真看 我还是要在这里重新和各位讲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人啊 他其实看了以后 他是误解了他的意思 或者是没有看懂他的意思 那我们国家的老师们 不太在乎这件事情 不太去管 这个学生到底会不会阅读 我现在就要讲这个数学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这个数学问题 其中有一个是最严重的 叫做数学生活化 各位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数学生活化就是啊 这个教小孩子数学啊 你一定要把他的数学跟生活啊 连在一起 不然的话他绝对没有兴趣 那么这句话对不对了 那我现在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负负的证只早要学 大家通通一样 你现在到了国中 一定要学负负的证 负负的证跟生活有没有关系 我从前就问一个学生 一大堆学生 我就问他们 负负的证如何解释 一个学生说简单啊 负就是欠人家钱 对不对 证就是有钱嘛 我有五块钱 负五就是我欠人家五块钱 然后他说 我说负负的证呢 他就说欠了钱 我等一下他讲不清楚了 欠了钱 再欠的话就变成不欠了 这个完全想不通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知道 负负的证 没有办法从生活上面去解释 这就是这么 我要讲得痛快一点 那我再随便讲一个例子 就是二分之一除 除四 等于二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除七分之三 就等于二分之一乘三分之七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后来有没有颠倒过来 这个跟生活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样向人家解释 你把一个蛋糕 二分之一画给他看 然后呢你就问 他这个里面有多少个 是七分之三的蛋糕 哦这个算了 这个这个我告诉各位 你越讲越糊涂 还不如就 那我怎么教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昨天有个学生 他说你怎么越除越大 大家懂不懂 大家比较说 你二分之一除四分之一 除出来等于二 对不对 那这个小孩子在这听 他都认为除法一定要 越除越小的 然后九除三等于三嘛 六除三等于二 我都越说越小 怎么越除越大了 那我就用书打他的头 说不准问 这个 从子疑有记 他后来大了 他就懂了 那可是这个数学生活化 害死了我们的小朋友 为什么 数学的题目 就非常之长 各位不将一看了 现在我们的小朋友 所看到的题目 有的时候五六行之多 那这个对于 不要说对小朋友 你现在随便你抓一个大官来 你叫他做 他都会得慌做一团 我告诉各位 因为他并不是别人 就是他并不是数学不好 而是他看一个题目 尤其在考试的时候 他会慌 大家同不同意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严重 那么当然了 这个又牵涉到 如果是弱势的小孩子 他本来就看书的能力 就不够的话 这个就更加吃亏 那我现在去讲一个例子 大家要回想当年 在国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 念的一个题目 就是在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大家知道吗 就是一个是X一个是Y 这个叫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的平面上面 通过三次 这是有一点嘛 在第一向线 三次 而且平行 哎呀我漏掉了 平行于这个X线 懂不懂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漏掉了 居然一直没发现 平 就是这个 这条线呢 是通过这个三次 可是平行于X轴 你也可以平行于Y轴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它的直线方程式 我可以告诉各位啊 这个小朋友 就是他看不懂 他不晓得他讲什么 那现在 到底他现在看不看得懂 我可以告诉各位啊 后来我就训练他 我说你不要慌 你不要慌 你仔细地静下来 你慢慢地看 慢慢地想 这些东西 他就看了 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中文的一个问题 再讲一下 平行于X轴 这个中文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which和what这些字 如果外国人 我后来把这个题目 就送到外国去 问他们 那些小孩子都看得懂 后来我就想通了 他们这个英文里面 有个which和what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很普通的东西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反而使得我们的小孩子不熟悉 就是看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讲 是很困难的 那现在各位想想一下 回想我刚才讲的那句话 一头鹿 撞倒了一棵 在鹿中间的树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 复杂的观念 搞在一起 可是用英文的话 它就又是which dear struck down the tree which is 这个对外国小孩子 是非常普通的 就是说在路上的 所以which有的话 和没有 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的中文里面 是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讲到数学就吃大亏 所以各位大家不要以为 我讲的这个东西是开玩笑的 好多小朋友 你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以后 他一下子算出来了 可是你叫他想下面这个 就求一条直线和X轴交点 他又看不懂 他又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事情是蛮麻烦的 我们一定要 要告诉学生 怎么样的这个阅读 阅读不能够限于 古文或者是文章 阅读就要牵涉到 很多的数学的句子 当然我讲这个话 也没有人听我的就是 不过我告诉各位 我们在博佑基金会 就是这样做 那我们就是从小去训练 他看那个有关数学的句子 让他从小就养成那个习惯 他会再去看这种句子 我认为我们这种做法 是有效的 恐怕全国大概 全世界恐怕 全国啊 全国 外国人不大有这个问题 是很少人有这种做法 底下 我要讲 阅读不好的话 做文一定不会好 因为没有什么中心思想 大家同不同意 我们现在常常看文章 批评政府 经济政策不好 批评完了以后 他没有什么建议 各位懂不懂 他没什么建议 那这个就奇怪了 那你要怎么做 那你就讲 他讲不出来 因为他没什么中心思想 他只会去批评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他有的 如果你要他讲 他就讲一些大话 这个比方说 什么什么 放松管制 这个各位知道 这个有的时候 讲讲很容易 你一放松以后 一大堆的问题 读出来了 这个他也不管了 外面人怎么讲 他就怎么讲 没有好的中心思想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 这个 胡适 他从前 在小的时候 是在诗俗里头 有一个老先生 教他书 那当然 到后来 到高中 还是到初中 我也搞不清楚 就到了上海去念书 叫做作文 那这个作文题目 跟他从前 在那个老师 读古文 做作文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题目叫做 为什么日本抢 我顺便讲一下 到现在 这个是一个谜 为什么日本抢 因为日本 比较开得非常晚 它不像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比较早 它很晚 可是赶得非常快 大家懂吗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的武器 已经是 跟美国什么东西 差不了太多 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异 那为什么 它这么快地 就赶上 这个蛮有趣 那我最近听说 大陆 我觉得大陆的研究师 做得很好 有一本书出来的 叫做日本科技史 讲了这些东西 那这个胡适 他就一个字也不会做 但是不想要怎么讲 后来他的一个表哥说 我介绍一本书给你 讲明智维新 他看了以后 他才发现 这个日本为什么抢 就是跟明智维新 不过据我所知 在明智维新以前 他们的科技 已经有一些清楚了 底下 我要讲 最严重的就是 阅读不好 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讲不清楚 这个是我们经常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个工程师 有的时候 我问 然后说一个问题解决掉了 那我说 那问题怎么解决掉了 他完全讲不清楚 那这个对他好不好 当然是不好 他是有能力的 可是他没有能力解释 他到底怎么做 他通常也是有点内向 或者是就是 就是讲不清楚话 那这个 这个是蛮严重的 那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叫他写文章 叫做主旨不明 比方说 我看过一篇文章 介绍严凯泰 各位知道 就是玉龙的老板 那他就是使得玉龙 这个变好了 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 他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个这本书 我从头看到 没有讲 到底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他推出了哪一部汽车 他都没有讲 里面有很多照片 以后慢慢 给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凡是一本书里面 有很多照片的 你就不要看 这是我的看管 这是我的经验 大家同不同意 你现在回想起来 任何杂志里面 充满了照片 你就知道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内容 他就唬你 他就把你一照片给你看 其实他讲不清楚 他的道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讲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Nissan 这个公司 Nissan现在蛮有赚钱的 日产 可是他曾经亏本过 亏本了以后 其实Nissan已经不是 完全是日本的公司 Nissan的大股东是法国的雷诺 其存 也使得雷诺买下了大多数的股权 他的董事长也变成Nissan的董事长 所以我一直好奇他赚多少钱 他是两家董事会的董事长 这个人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世界上少有能干的CEO 这个董事长 他就后来有一段访问 他为什么能够使Nissan在一年之内转亏为零 他说这个简单 他说我啊 睡了以后发现这个Nissan的技术是蛮好的 没什么问题 他有一个缺点 每一个人都会怪别人 大家知道吗 他说以后啊 不可以怪别人 你要怪的话 就要怪自己 你要检讨自己 你不可以检讨别人 检讨别人意思是说 检讨这个业务员不好 对不对 推销 这个广告没做好 或者是什么技术上面 没做好 以后他说 每一个人检讨自己 他检讨自己 就发现我可以把自己的事情搞得很好 每个人都这样搞啊 这个公司就好 这篇文章就很短 非常简单的把事情讲清楚 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这个文章前后矛盾 这个是蛮严重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尤其我们在网络上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收到信 那这个信呢 好像就在骂我 后来看看好像又不是骂我 那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搞不清楚 我来问人家 人家说大概是不是骂你 就是为什么好像给我一个感觉 他在骂我 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那我认为啊 这些都是蛮严重的问题 你要骂你就骂嘛 对不对 你要讲我好也就讲我好 或者是说又讲好又讲坏也可以 可是要讲得一清二楚 他什么事情他都讲不清楚 那这个是跟网络文章有关系 那么各位也知道啊 我们也知道网络文章是不经过这个 不经过三改 就是没有人审查的 所以这什么文章他都可以 而且越是胡闹的文章 越受年轻人的欢迎 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底下我要讲一下 什么叫做语文能力啊 第一就是很快的能够看得到文章 那我一再的强调 要能够很快的看到文章 因为啊 时代不同 这个从前啊 各位知道 就是经读 就是你要仔细的看 因为读圣贤书啊 每一句话都要仔细的读啊 现在时代不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在捷运上也要看书 在高铁上也要看书 报纸厚厚一大跌 也要从头看到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麻麻糊糊的看 我就痛快的讲 就是麻麻糊糊的看 就是你要很快的能够看了以后 多多少少知道它什么回事也就够了 因为也并不是每天文章都值得 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啊 我们该不该鼓励学生啊 把他读出声音出来 小孩子的时候 我同意了 大了以后是不要去管他要读出声音 那这个 我曾经到过中国大陆 跑去一个大学啊 去访问啊 就住在那个大学里面 早上清早就出来散步 就听到这个校园里面有朗朗读书声 使我非常的感动啊 因为我在这个台湾啊 教书这么久啊 一辈子就没有听到在早上啊 有学生在校园里面去大学 台大早上一个鬼也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就很奇怪啊 我就去看他们 听得出来啊 就是听到有人读古文 这个很好 读英文我也觉得蛮好的 有人读法律 我就觉得不大对 有人读历史 只是一个字的宋朝 一个字一个字的 最严重的有一个人走来走去的念我一级分 我说这人还一级分 而且啊 我要仔细听啊 我就认为他漏掉了一两遍 好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他跳得那么快 他自己都搞糊涂了 这个就是我要讲 这个就是非常不对的 非常不对 绝对不可以如此 后来啊 我被邀请去啊 看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啊 是讲中国大陆的学生 如何的用功来应付考大学 然后呢 就有一个镜头 这个一个班上 所有的学生都不要上课 每个人都拿书啊 准备考大学嘛 对不对 自修啊 就是所谓自修课啊 诶 他那个自修课很奇怪 他就是读的 大家懂得吧 有一个人在读历史 他就一个一个自读 有一个人在读地理 一个一个自读 个别的人在读化学 这个左边的人在读物理 他在念历史什么 他炒作一团 五十几个学生 一个人都吵 我就不知道 这个是不对 这个读应该要 要很快地看 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研究生 都是这个样子 一下子就要很快地告诉我 大概这篇论文到底讲什么 你不能就拼老命地慢慢地看 你这样子地看的话 是不行 所以很快地看懂文章 而且抓到文章的重点 这个是最重要 什么叫重点呢 就是不要说 富尔摩斯谈案 那你就要抓到一个重点 富尔摩斯到底是如何破案的 那么各位也都知道 富尔摩斯的破案 通常都是看脚印 大家同不同意啊 拿那个放大镜 再看脚印 所以一直到现在 很多的广告 富尔摩斯拿放大镜 再看脚印 脚印有的时候 看得出来 这个人是破脚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个是脚印就可以看出来 那我要讲 这个 有一次啊 我也问一个 一个老师 不是老师 就是我知道他是老师 他说他看过 大文西密码那本书 他一看过那部电影 那我就问他了 大文西密码到底 他的主要的观念是什么 这句话可不可以问 应该可以问嘛 主要的观念是什么 他就讲了 他说啊 有一个人啊 死掉了 然后呢 警察就来了 然后一直讲 讲到后来他又忘了 不能怪他 因为这个故事啊 错综复杂 对不对 搞糊涂了 所以他讲不下去了 那我说 大文西密码的 主要的观念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结过婚 他说他从来没想到过 事后他来跟我讲 其实也就是讲这个题目 他说你讲了很多东西 我这个书啊都看过 可是我都忘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忘了 因为我其实没有抓到重点 那我想这个是希望大家了解 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 一下子抓到重点 这个蛮重要 对于我们的学生也是一样 看完文章 叫他把重点写下来 他可以不要写感想 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写感想 我们的男同学啊 打死了他没有感想 各位就讲一讲 尤其那个抒情文 他是更加没有感想 什么风华雪月之士啊 他完全没有感想 这也不能怪他 没有感想的人是多得不得了 我中间在美国 在大学教书有一个学生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如果要我写感想 我就退学 他说我就是 从小我就是没有感想的 可是各位想想看 一个人没有感想是可以的 你问他重点在哪里 他说我也不知道 那可不可以 那就不可以 那你不是白看了吗 对不对 这个蛮重要 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了解 我们很多的人 其实是没有抓到重点 他抓不到这个文章的最重要的想法 那底下来就是要很正确 而且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其实也不容易 各位不相信看了 你其实问路 当然现在用GPS是吧 所以不要问路了 那从前呢 其实到了乡下 我可以告诉各位 GPS是也用不到的 你到了山上很多地方 那个GPS根本就不 work 问路啊 我这个经验很惨痛啊 因为常常到了乡下 都是一些老先生 在路上走 然后就好去问他 我就晓得大概是问不出所以然的 果真他讲了半天 就照他的意思做了 结果就开到了 他一点开到河里头去 那这个就是讲不清楚 大家懂不懂啊 就是讲不清楚 可是如果你问一个厉害的人 他回答的是非常的清楚 往前走 你到前面看到第一个 这个左边的7-11 你就往右转 然后看到右边的第一个加油站 往左转等等 这个就讲得非常清楚 就不会的把你搞错掉 你听了以后 你照他的做 绝对不会错 这个当然 这个我们学Computer Science的人 会讲得最清楚 将来你们要问路的话 你就去问他 是不是李嘉童教授的学生 如果是的话 我保证他会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无论写什么文章 我们要能够讲清楚 底下我要讲 一定要合乎逻辑 这个不合乎逻辑的事情 是蛮严重的 这个蛮严重的 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电视节 我随便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 我参加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大家听我解释 叫做校长领选会议 校长领选 就是我们这批人负责选校长 这个有一个委员会 校长领选委员会 然后有一个张成 张成的第四条说 本委员会决定校长领选程序 各位听不听得懂 本委员会决定校长领选程序 意思就是只有我们可以决定 这句话对不对 因为是本委员会决定 意思是说别人不能决定 对不对 到了第八条 这个 忽然之间 他说 校长 程序 如下 那我说 这个奇怪 你说我们可以决定 可是你已经都规定了 那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也讲不清楚 他说是教育部 送来的饭本 你看这个奇怪 如果是本委员会决定的话 那下面你是不可以讲 那就是要由我们来决定 你不能说是 我已经决定了 那叫我们怎么办 我们把它否决掉吗 这个也是不可能 这就是我要讲的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写什么文章 做什么事情 都要合乎逻辑 有一次我就接受 一个人的访问 一位记者 他是一个杂志来访问我 主要的访问 他说两个题目 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草莓族 怎么办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的年轻人 常常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 那我就问他 为什么说我们的 现在的人是草莓族 我这个人对于时尚的名词 常常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草莓族 我其实是听不懂的 他就说经不起压力 就叫做草莓族 那我说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经不起压力了 他说你去看他们 常常换工作 换工作就是经不起压力 这个工作太苦了 我就换一个 又太苦了 我又换一个 那我说 是不是表示 我们的年轻人 很容易找到工作 他说是 我们的年轻人 很容易找到工作 我说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找不到工作 我说你到底要我回答哪一个 他说两个都要回答 那我说我只能回答一个 甚至我两个都不想回答 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够回答两个 他完全听不懂 他非常不高兴 他说我们这个杂志 讲这两个问题 常常讲 一直讲了很多年 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回答 我们这个杂志向来就是这样 可见得大家懂不懂 就是说大家讲话的时候 其实是充满了矛盾 各位慢慢就会 你们不相信看 你们不相信看 你现在打开什么媒体 好多媒体都是 讲话其实是充满了矛盾 可是大家习以为常 所以就无所谓 比方说习惯上 喜欢批评现在的年轻人 好像古时候的年轻人很好 其实我也年轻过 我从来没有好过 我们还不是一样的胡闹一声 可是现在这个报纸这样讲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所以我永远要记得 不能扑下我的 最后一个 这个想法不能落入俗套 要有自己的真正的独到的借底 怎么叫做落入俗套 我给各位讲一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 有一阵子我们的报纸一天到晚 讲一个叫知识经济 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人 好像这里有吗 就记得 这个大概在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前 知识经济 没有到二十年 十几年前 远步很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有这个知识经济 还有一点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名词现在不见 有没有 现在报纸上有没有讲知识经济 你打开报纸 你找知识经济 你都发现是古时候人讲的话 现在人都不讲了 什么原因不讲了 或者那个时候讲了 这个也有道理 讲的时候是美国的经济 一直往上走 没有走下坡 这个是在克林顿总统任内 其实各位知道 那个时候是靠这个 华尔街的炒作 炒作什么东西 炒作一个叫做.com 有没有听过 Dotcom就是网络 你只要做网络的事业 这个华尔街就来捧你 那这个一捧一捧捧很久 当然到最后 捧到后来 这个各位知道 这个股票总是会跌掉 跌掉的就是表示 这个经济垮掉 可是这个经济 你这个一直有人捧 他就经济一直都没有垮下来 就有一些教授 就要来解释 他就不肯承认了 是华尔街在那边吓捧一阵 造成泡沫经济 他就是不肯讲这句话 因为讲的话很丢脸 那我们美国现在是 在那边搞一个泡沫经济 这都不肯讲了 所以他们就发明一个东西 叫做我们美国的经济 是知识经济 那意思是说欧洲的经济 比方说钢铁厂就没有什么知识 汽车厂没有什么知识 甚至于Airbus 各位知道 空中巴士也没有什么知识 我们搞网络的这些都是有知识 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一种 我自己懂 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一种事情 一点学问都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奇怪 我说世界上的经济 好的经济都是跟知识有关的 有没有一个知识 讲错了 有没有一个经济好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人是没有知识的 大家同不同意 这个是可不可能有这种事 不可能 所以我就那时候跟几个教授聊天 我说这些都是胡闹 讲这种话是极端无聊 可是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我一个人讲 这件事情是极端无聊 后来各位发现 国春美国垮掉了 垮掉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讲 美国的经济是知识经济 因为垮掉了 知识经济应该是永远不会垮的 还是垮掉了 我告诉各位很多经济成长是泡沫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是 讲错了 都是人工刺激出来的 这个是有的时候 到后来一定会判断的 所以我要提醒各位 就是你们讲什么话 不要人云挤云 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不能够跟人家的是一样的 那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 相当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种样子的能力 我要讲 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呢 我认为不能完全靠读古文 我首先要讲 并不是我反对读古文 我是绝对赞成多读古文的 一个小孩子 多读古文绝对没有错 多背古文 那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学生其实也没有背啊 长文歌都背不出来 我从小我的四年级 小学四年级我爸爸就强迫我背 我就会背啊 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背 我就觉得这个是对我很有用的 可是不能靠这个东西 要靠大量阅读 那怎么叫做大量阅读呢 我要讲啊 我们现在的果文教育啊 其实是有的时候咬文嚼字的 大家同不同意啊 就是说你呀 你就要 读得这个字什么意思 那句话什么意思 这些东西 那么外国人呢 其实他们没有这么样的嚼文嚼字 他是强迫学生 都要去看书 所以各位知道 比方说我们国家的图书馆 这个阅读力 比方说台北市 有多少人进到图书馆来的 这个数字是远远低过了 比方说美国 英国 所有的欧洲国家 都远远低过了 各位知道为什么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可是我讲了人家也不理我 他们是从小孩子的时代 就带进去阅读的 比方说你是小学几年级 三年级 就把这个老师 就每个礼拜有一天 就带了小学生 走走走走 走到门口的一个图书馆 然后这小孩子进去 每个人拿一本书看 看完了 没看完就带回家 而且看了几本 这个图书馆员 有的时候来问 这个小朋友 你看了多少本啊 你说我看了三本了 大概可以了 这个图书馆你马上送他一本 我可以告诉各位 所以鼓励他们阅读是从小就开始的 他们的英文课 其实是阅读 就是要去看那个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外国人其实蛮可怜的 他们的英文课比我们的国文课还要难 因为他要看很多东西 我从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这个系主任在 在这个 在这个走廊上面 看到一个学生说 我发现你的英文又不及格 那是个美国的学生 那个学生说 I hate English 他的数学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听说他就是恨英文恨到他入骨 他说I hate Shakespeare 他最恨就是笑 也不能管他 他是学电机的 他还要读莎士比亚 给我讲看 是不是可以 那个莎士比亚长篇大论 后来我就碰到 我又碰到这个学生 我说你几个没有 他说我几个 我说你莎士比亚看了 他说没有看 我说那你走 他说莎士比亚有那个漫画书的 不是漫画书的 是电影 电影 有电影 video 他说我懒得看那个文章 我就去看video 也混过去 也混过去 让他看 那我要讲的是 洋人很注重 课外的阅读 大量的阅读 那这个是我们没有的 我们没有说 学生高中生 要他读一个小说 从来没有 有没有 我从来没提出过 这个就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 那到底该读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该读经典名著 反正这个有名的东西 你读可以去看 这个是绝对没有 不分中外 因为有些国家 永远读自己的 这个也不太好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不分中外 好的论述文章 好的论述文章 社论 或者是好的读者 投书 其实都是相当好的 这个法官的判决文 为什么 因为法官的判决文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是绝对讲逻辑的 他讲他到底是不是好人 那我不管 他有没有收贵 我也不管 可是他讲出来的话 是不太会有逻辑上的错误 那么这一点蛮重要 我们各位都知道 我们将来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争取什么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没良心争取 大家同不同意 你管他的 你就说我这个东西重要 这些各个部长 各个部长都是要争取自己的经费 他就要拼命地讲 我这个部多重要 对不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个中间呢 就是你要讲话 要合乎逻辑 不能够讲错话 那么我们要知道 法官的判决文是非常好 他通常是讲的有条有理 这个绝对不会有自相矛盾的现象 那侦探小说 我还是要讲 侦探小说 好的侦探小说 在最后一定要讲破案的原因 现在侦探小说 越来越没有这个现象 现在的小说 越来越没有这个现象 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 好的侦探小说 不要说布尔摩斯就是 他有解释 他说我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现象 看到一把剑 这把剑啊 他就知道这把剑是 这个剑头上有毒的 他就想到后来 这个人可能用这个东西来 做什么事情 看到一盘牛奶 他就问这个 这家人家有没有咬猫 他们说没有 他就奇怪 为什么有一盘牛奶在那边 后来大家知道 这是引蛇来喝牛奶 反正就是这样子讲 所以都是有它的道理在 这个道理一定要合乎逻辑 不能有漏洞 真正小说 我可以告诉各位 是最好的一个阅读的东西 因为它有趣 而且合乎逻辑 那么底下我想就不多讲了 那底下这个叫做思考性的阅读 那么各位知道 我还是要强调的就是 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看到数学 他会害怕 从小就要养成习惯 要他能够看数学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现在博有机会 以后我们的网站上会公布好多好多的 思考性阅读 希望各位注意到 那个一定要做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天生 他就会想到很多这种复杂的事情 可是你还是要训练他们想 训练他们先看 那我觉得我们国家的 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们的国际新闻 实在是非常之少 比方说 这个是我办的一个博又基金会的 怎么搞的 的网站 各位看 有一个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对猫过敏 现在他们发现什么原因了 猫过敏 那哥伦比亚的问题 底下是玻利威亚 有新的总统 那埃及 各位都知道 这是非常严重 可是我们的国家 对非洲的事情 一概是不登的 对不对 非洲我们也不大登 这个埃及的问题 哥伦比亚又是哥伦比亚的总统 保加利亚的问题 西班牙的问题 埃及的问题 底下这个 马力 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登过马力 据我的记录 所有的媒体 马力这个国家都不晓得在哪里 马力这个国家在非洲 那么这个 法国的议员 师爷 我告诉各位 这个法国议员 他批评 他嘲笑一个黑人的部长 所以笑他像星星 各位知道 外国糊涂的部长 议员多得不得了 比方说美国不愿意交 这个F-16飞机 这个兵力车叫做Bentley 各位有没有听过 Bentley 那我想这个蛮好的 希望各位注意 那我想我再有20分钟 那我就介绍一两本书 和一两部电影 然后我就让大家 问我的问题 我想介绍这一本 这个叫做 一个都不留 一个都不留 是阿嘎萨克里斯蒂的小说 那么各位知道 阿嘎萨克里斯蒂吗 阿嘎萨克里斯蒂是英国的 英国的一位女的侦探小说家 那么她写过多少本书 我也不知道了 那么她总卖掉了多少本书 如果没搞错的话 是30亿本 在全世界卖掉30亿本 当然是非常伟大 我现在就讲一个故事 我当然不是替远流做广告了 不过远流出版社 有它的全集 你花一万块钱 就可以买到全集 可以享受很久 我告诉各位 不要去看Facebook 看阿嘎萨克里斯蒂的小说 对不对 因为这个Facebook上面 没什么东西可看 可是这个阿嘎萨克里斯蒂 你现在看80本 你一天看一本要80天 不过通常 要仔细看的话 看真态小说不能够回法图看 大家听不懂 真态小说要仔细看 因为很多的线索就在她普通的讲话中间 那么这个一个都不留了 他讲十个人到一个岛上 有两个人是厨子和他的太太 他们都是应一个有闲人之请 到达这个岛上来做客 来过一个度假 度一个周末 结果了 他们就来了 然后那个船就走掉了 然后收到一个信 说是这个主人呢 因为有急事 所以不能来 不过来 他说你们还是可以 享受我的招待 结果就吃完晚饭 就听到广播 广播我顺便讲一下 那个时候不是take 不是这个录音带 而是一个录音的disk 很少人知道 最最早的录音机是disk 现在又是disk 中间有一段是录音带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disk 这个disk就讲 某某人 某某法官 你专门炒检人命 乱判人家死刑 现在我也判你死刑 某某年轻人喜欢飙车 撞倒了人以后 你都不去救他们 有一对兄妹 就被你撞到了 你不去救他们 他们就死掉了 我现在也判你死刑 这十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名 连那个厨子和他的太太都在内 都被这个声音判死刑 故事要很快地讲 因为这个很复杂 这个年轻人 喜欢飙车那个年轻人 他就不服 他做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怕 他就拿起他旁边的一杯酒 喝掉 他是第一个死掉 那这本书呢 然后最后就十个人都死掉 那当然各位想想看 这个凶手是不是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对不对 他就从去哪里玩 因为这个岛上没有别人 岛上没有别人 有别人就不好玩了 那就没有意思了 岛上没有别人 这十个人中间的一个 到底是谁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当然这个故事 稍微有点牵强 不管了 这个是相当难写的 那这个写出来以后 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上 最伟大的侦探小说 可是各位要知道 这里面是没有侦探 因为这个侦探永远 他不能来啊 大家懂吗 而且人都死掉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查的 这个就是这样 那这本小说呢 是阿嘎萨克里斯蒂写的最伟大的 其实啊 我告诉各位 阿嘎萨克里斯蒂还有一部小说 叫做The Mousetrap 普务处记 就是抓老鼠的那个东西 普务处记 那这个Mousetrap 是在伦敦上演 这是一个话剧 从1952年一直演到今天 60年 没有断过 各位知道 一天到晚我们讲文创 你先要文化水准高 你才有文创 那这个伦敦就是一个厉害的 不得了的 它这种东西吸引了 不知道多少人 怕去看 像我也怕去看 怕去看啊 结束的时候 这个演员啊 就会出来 羡慕 大家懂吗 羡慕的时候 这个主角就会说 请各位 离开以后 不要把真相 讲出去 当然是开玩笑 因为我们知道 这本书在外面都有的卖 对不对 那这个是 又创一个记录 为什么呢 好像说 我告诉各位 凶手是侦探 或者是侦探是凶手 我那时候就以为 这是死无前例 这是唯一的一本小说 侦探是凶手 最近我看到一个叫做 白罗的圣诞甲器 里面 也是侦探是凶手 这个就是 侦探是凶手 也是一个不容易写的 大家同不同意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这个 各位知道 我们很多的时候 你都要仔细看 这个侦探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段 有一个人 他在地上捡起一个东西 在那个现场捡起一个东西 那个侦探就说 这是我的 要收集的证据 你不可以碰 所以他就拿走了 到后来 他始终不提 这个证据是什么 因为这个证据 是对他不理的 其实他本人是凶手 所以他就不提这个证据 还有一件事情 最难写的是 作者是凶手 这个作者到最后说 难道你们还没有看出来吗 我当然就是凶手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个克里斯蒂 是一个非常精彩 那么当然 他最后的一本书 叫做 The Curtain 各位知道 我有一部书 可是我没有那么有名 叫做 木永不落下 有没有人看过 有没有人看过 看过的 应该受到奖赏 那么这本书呢 就是木落下 The Curtain 那么这个The Curtain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实在是精彩 为什么 他解释了一个东西 叫做 英文叫做 Perfect Crime 超完美 谋杀案 你绝对查不出来 不是 假设 你绝对不能对他 神志以防 这个叫做 Perfect Crime 你不能对他 神志以防 即使你知道他是 凶手 你也对他 没有办法 那么在历史上 这个一直是一个 不解之谜 就是如何会有一个 罪案 罪犯 是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可是你拿他 一点办法都没有 各位应该去看 他最后怎么解释 那么这本书又有好玩 这个书里面 那个大侦探死掉了 就是这本书就是结束了 因为他不再写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他 很晚年的时候写 他写了以后 他就说 等到我死了以后 你们再出版 有些读者年纪大了 因为他一直不死 大家懂吗 所以这个读者就说 你不死 那我要死了 我就约了以后 我在上天堂以前 我就是要看这本书 所以他后来出版 他马上就出版 因为应老年读者的要求 那底下 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那我顺便讲一下 我告诉各位 我刚才讲过经典名著 里面有很多是外国人 写的经典名著 那么这几本经典名著 都是科幻小说 可是为什么我要介绍呢 因为 其实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事情 或者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现在的科幻小说 无非就是有几个 一个就是科学怪人 科学怪人就是一个人做一个实验 搞一个怪事情出来 把一个死人搞得复活了 什么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玛丽雪莱写的 这个是在搞不清楚 18多少年 18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个人写的时候 才只有18岁 所以就18岁 玛丽雪莱是个女作家 她的丈夫就是雪莱 各位叫那个诗人 很少人知道 这个雪莱的太太 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很少人知道 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们要去 英文不好的话 不要去看这本书 因为这个书是很难懂的 相当相当难懂 它是比较古 它的文字用得非常的艰深 那么这个当然是不错 就是说你不能够轻易做实验 隐形人各位都看过吧 电影看过吧 对不对 这个人吃了药以后 就看不见了 对不对 有的人是目吃了药 也就看不见了 那么 他那看不见就是做坏事 对不对 这个隐形人 这个是HG Wells写的 这个HG Wells 也写了外星人入侵 各位知道吗 这是火星人 对不对 火星人入侵 然后他还写了一个叫做 时空机器 这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我在讲的时候 时空机器是他写的 隐形人是他写的 外星人入侵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电影 讲了讲去讲 还是讲自己的故事 把它改编了 可是现在的电影 故事都里面血腥的厉害 从前他并没有这个样子 所以我还是要希望各位去看原著 那我讲电影 书我就不讲了 那我讲电影 我也只讲一些电影 那当然了 这个各位知道 我介绍这个月宫宝盒 这个各位也许看不到这种电影 那这是一个 各位知道天方夜谭 有没有看过 这就是天方夜谭 反正就是里面的故事都有 比方说这个 有个精灵 他在一个瓶子里头 他跑出来 神灯差不多了 有没有神 然后呢 反正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伟大的地方在哪里 里面的特效非常好 那我一直到现在 仍然耿耿于怀的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飞毯 就是一个毯子 然后你坐上去 然后它爬起来 然后呢 你要它怎么样走 它就怎么走 这个飞得非常的逼真 而且啊 如果它在荒野里面飞 我认为可以做假 大家同不同意啊 这很容易 因为它掉在空中 然后你的背景一直在换 它看上去觉得它在飞嘛 对不对 可是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 为什么 有一段啊 它这个两个人站在这个飞毯上面 这飞毯从天而降 是降到一个市场里面去 里面都是人 那它就降下去 就那么人生吵杂 它就一路降下去 这个大家想想看 这个要怎么样拍的 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了 因为我认为我们国家有一个缺点 我们国家没有什么好奇心的 就是我就好奇心 我要问 可是我们国人啊都不问 这个到底怎么拍出来 大家同不同意啊 就是我就去看就是 反正是洋人的东西 洋人会做 我们不会做 天经地义 可是这个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变成没有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人家做出来了 我们不会做 对不对 不会做是很正常 我们比不上你们的 可是我们连问都不问 这个是非常不好啊 希望大家知道啊 最近啊 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我也有一本书就是要讲 我们的同学以后应该多问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不然的话科学绝对学不好 那这个这个我还是要希望大家知道 这部电影蛮好玩 脆脆是一个很好玩的电影 为什么 这个古老的电影 那这个明星叫做灵带 有人看过没有 那就表示你年纪大了 你不要 不要承认 绝对不能承认 你看过灵带的电影 你看那个年轻人 他一点都不晓得 什么叫灵带 那这个电影啊 灵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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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叫灵带啊 灵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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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明星叫 我讲啊 这个电影里面 只有一男 一个男主角 一个女主角 一个男明星 一个女明星 就没有别人 所以厉害了 从头到尾就是 现在搞到什么千军万马的电影 他是这两个人 蛮好看的 而且那个歌也好听 叫做热烘烘的太阳 底下我要讲一件事情啊 我就讲完了 我告诉各位啊 这是很多很好的电影 非常多啊 这个在我的一本书里面 那有一部电影啊 这个电影叫做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那我 我 我还是要 我要讲完这个 我就 不 还是 也许再讲一部啊 我要讲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各位知道 意思是说 检察官的证人 检察官的证人 可是我们国家把它翻成情妇 所以我也告诉各位啊 这部电影就非常的卖座 因为这个电影叫情妇 那这个是讲一个谋杀案 讲一个谋杀案 而且从头到尾啊 都是讲在法庭 受这个法庭开审 受这个法庭开审 当然各位也都知道 外国人呢 对这个法庭开审 就是极有兴趣啊 那么 这个 里面 比方说有一段 有一个老太婆啦 就来作证 她说 我知道这个谋杀案 发生的时间 那个 这个 人家就问她 你怎么知道 她说 因为我走过 我走过 我看到那个人 在那间房间 等等 然后她说 你走过怎么知道 她说那个时候啊 她的电视啊 在有 在播一个节目 一个节目 那所以我知道 那个节目指标 是九点钟到十点 所以她说 我知道这个 一定是九点到十点 那么这个老太太 讲完以后啊 这个大侦探 不是大侦探 这个辩护律师啊 就站起来问她 问她一些问题 忽然之间呢 用很低的声音问她 用英文讲给你们听 我到现在都记得 Do you wear hearing aid 你有没有带 助听器 可是她用非常轻的声音 她一开始 讲话声音很大 忽然之间 声音小下来 Do you wear hearing aid 那个老太婆 比较老实 她就说 What what 她听不见的吧 那她就再问 Do you wear hearing aid 那个老太婆说 I cannot hear you 那个人就说 好了 That's it 我不问了 各位也都懂 就是说 你根本耳朵都听不清楚 你怎么知道 那天晚上那个节目是什么 这是一段 可是最精彩的一段 我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这个 这个辩护律师就拿出了一叠信 然后她就 这个信 她就读给那一个证人 这个叫witness 那个证人 然后呢 这个信是对那个证人极为不倚 这个证人写出来的信 懂不懂 她就公开的念 她说你看这就是你的信 表示说 你根本是做假的证人 做假的证人 那么念完了以后啊 这个证人说 嘿嘿她说 你犯了一个大错 这个信不是我写的 她说怎么样讲 这上面有你签名啊 她说因为我的习惯 我用的纸啊 是蓝颜色的 而且是小张的 有没有懂啊 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都不写信 有些人他有自己的性质 小张的蓝颜色的 你这个是白的 而且是大张的 所以这不是我写的 那个 那个辩护律师就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叠 小张的蓝颜色的 这个其实我刚才copy了 这个就是你的原来的 我告诉各位啊 不过你们大家看啊 这个辩护律师神气得不得了 最后的结束啊 是精彩的不得了 那么这个小说是谁写的 这个小说 我告诉各位 这个小说是Agatha Christie写的 可是 这个是一个 我唯一的一个例子啊 我要给各位讲 就是 电影比小说还要进程 不过是好的电影吧 现在这个年头 好的电影是越来越少 后来 现在都是什么 钢铁人啊 什么事情 还有什么 没有一副汽车变 变人 变形金刚 所以这个时代真是越来越糟糕 从前这个电影 我告诉各位 这个最后的结束是完全没有想到 在几分钟之内 连续的结束两 这个逆转两次之多 刚才这个已经是逆转 我们大家都很佩服它 结果你们等一下去看了 不过我不晓得现在买不买得到 都买得到 你们到问原神出版社 他出版我的书的时候 他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 都可以看 那我想最后还是要讲 好看的电影是相当之多了 也都值得大家看 也值得我们的年轻人看 尤其应该看这些老的电影 他们不会永远只知道钢铁人啊 变形金刚啊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我还是要介绍 一些老的电影 那么这是一本书嘛 是不是啊 有效不效的 叫做李伯伯所喜欢的四十八部电影 还有一个叫做李伯伯所喜欢的四十本书 反正也许主管有的话可以去见 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谢谢李嘉鹏教授 这么精彩的一场演说 真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 没有时间阅读 我现在有点时间了 可是我发现我眼睛不好了 看得好累哦 看出还蛮累的 眼睛蛮伤神的 可能我眼睛已经有点退化了 那好了 接下来我们最精彩的Q&A 对哦 那个 简单的问 然后 哪一位 哪一位 舉手 好 这位中间的半眼镜的先生 我们请李教授来回答 来 请你 简单的哦 工作人员帮忙一下 我们今天蛮踊跃的 很抱歉哦 我们今天场地太小了 让你们席地而坐 不好意思 来 请问 谢谢 李教授 易信章 中堂章 还有各位的这些好朋友们 我要问的问题很简单 不过首先要先表明的 不是踢管 是非常认同您的这个大量阅读的重要性 所以您等一下会后不会觉得说 到底是骂我还是不是骂我 好 非常认同您 那因为过去有服务过在资测会教课 所学习到一个概念 这个是个主轴叫做尽性书 不如无书 那这个主轴呢 就带到刚刚要跟您这边交流的是 您有提到的这个就是很可爱的一个说 就是人家问到您就说不准问 那这个不准问的话 会在我的一个个人简介叫做想像力 那这个想像力等一下的话 可能要请你的就是这一个主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提到说 富富 应该是说提到这个 富富得症这一个事情的话 我个人刚刚在当中的话 回想到的一个是透过了生活经验累积的话 叫做不打不相识 所以变好朋友 那就这个来说 他想要跟您请议的就是 在您这边这个透过大量阅读的这个重要性 如何来激发我们国人这边的一个 就是说对于想像力的一种表达 而就不是会淪于说这种叫数学生活化这件事 因为过去毕竟自己也小有一点年纪 所以比较没有受到这个残害 谢谢 如果我们要问 就是这个以小说来讲 我们国家的小说有想像力 还是外国小说有想像力 你必须承认外国小说想像力超过我们 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国人不能够接受一个非常荒谬的小说 大家合不同意 我先讲几个例子 泰山是不是外国的故事 你能不能想像一部泰山电影是中国人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四川 或者是云南 里面有一个泰山是中国人 好像大家就不能接受 可是你在非洲大家就接受 那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白人怎么会的 跨到非洲去啊 什么东西也是不可能 对不对 可是只要是外国人的 我们都能接受 而且外国人本人他也可以接受 可是只要在中国我们就不能接受 所以使得我们的小说 有的时候就放不开了 这个是我们吃亏的地方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隐清风案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案子如果在美国发生了 一年之内就开成电影了 大家懂不懂 也许就Denzel Washington 还有Tom Cruise 还有什么 还有几个男明星一大堆 在这边也 把总统也牵涉在内 在不下去 一定的 而且精彩都不得了 真是精彩都不得了 对外国有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事情 他已经就造出这些故事出来 那一定有了 有一个人是在军购案子被杀掉 那是不知道多少人抢了要去写剧本 不知道多少人要抢了去买这个 那王国家卿佛利不图的就没有人管 那我有一时候想 可是我觉得我是教授 不太好意思写 好像写太荒谬 不过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作家还是太拘谨 大家同不同意啊 很多作家都是在咖啡馆里面写小说 就是以此为荣 我是在咖啡馆写的 可是各位知道 很多外国小说 他那个小说家是流浪在外面 有的时候很多是做水手 而他那个水手的经验 使得他过来写的小说 精彩都不得了 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你要问想象力啊 是跟我们的小说家的生活经验有关 和我们国家的文化有关 所以我们的电影永远不是那么好玩 也是这个原因 比方说少年派 你们想象 他如果找个印度小孩拍 对不对 是印度的故事 如果现在改了 改成广东的一个小孩 大家能不能接受 好像很奇怪 你妈就说 你就会的怀疑 大概你就不能想象有这种电影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有一个广东小孩 广东人 然后不见了这边 因为山东根本不会游泳 山东那个还可以 还靠海 四川也就是他不会游泳 所以不能接受 可是你说 这个会游泳的小孩 可以在海上跟一个老虎 这个老虎搞了两百多天 好像我们就不能接受 可是你看 他是一个外国人 尤其像是一个印度人 我们马上就接受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掉 我认为我们在文创上面 是不可能有结果 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是假什么 要就是男欢女爱 男孩爱女孩 女孩就不爱他 一定是不爱他 爱他就会故事讲不下去 你再我看一下你就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然后就讲不清楚 不然的话就是家庭纠纷 对不对 婆婆跟媳妇吵架 现在比较少 这种书也没有人要看 就是因为现在的婆婆不够凶了 婆婆现在都不凶了嘛 对不对 媳妇也懒得跟婆婆吵架 反正根本不住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婆婆媳妇吵架的故事也没有了 所以就没什么奇才可写 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那侦探小说 尤其我们是写得不够好 但是差得很远很远 总而言之 这个我们应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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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到文创啊 我要坦白讲啊 我可以这样讲 我们国家应该首先第一步 就是把所有的乡镇 好像镇没有没有图书馆了 所有的乡的图书馆都要变得非常好 现在是非常的差 经费非常少 你如果把所有的人都让他们成天看小说 他自然就厉害的人就出来了 大家懂吗 就跟那个欧洲人啊 小孩都会踢足球 有没有发现啊 小男孩啊 奇怪 各个小孩 踢足球好像也不到一回事 哦 所以最后他们的足球就比较厉害啊 那如果足球永远就陷于少数人 我想还搞不出所以然 其实是全民体育 对不对 小鬼都在踢足球 而且踢得很好耶 香港都比我们好啊 就是因为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啊 我们的足球队 大学足球队都靠香港乔生来撑场面 就是你还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会踢足球 那才有希望 对不对 那所有的人都喜欢看书 而且都会看小说的话 当然是有用 比较呢 他的这个想象力 他的这个东西都会得越来越好 各位也知道那个 哈利波特的那个作者 最近推出侦探小说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文化 这是他的传统 那我们的这个传统是 他也是个普通人啊 他也没念过什么大学啊 什么文学院的博士啊 什么都不是啊 就是个普通人 他有没有问题 那那一位 那一位 然后就这一位 等一下就是你 流行歌曲啊 二十年前 校园领歌那些 我觉得蛮好听的 那现在比如说周杰登 蔡玉林这些人的唱的歌词 你能接受吗 我 我搞不清楚 所以无所谓叫节不接受 我根本就搞不清 因为 我完全搞不清 我知道好像周杰伦 有些歌词好像是蛮好的 很古典 是他写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不过你要说这个歌好听在哪里 什么完全我 对我来讲是我搞不清 我没有资格评论 就是 我一看 这一点由 教授以后是个政治品 社会品 刚才教授已经讲了 很多的厘嘴 很多的在电视上讲 都是会批评 会讲 都是面对个人 我讲现在台湾的民族自由 我认为民族自由都是面对个人民族 个人的想法 但是个人也没想 不是为了大家 不是为了台湾的民族 这是我所感受的台湾社会的基础 谢谢 谢谢 各位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想请教 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 是社会上有些时候大部分是人云地云的状态 是什么 人云地云 我认为这个不止我们一个国家 很多国家也都有 现在最严重还是未来十年 最严重还是四十年以后 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 在大部分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国立制度的孩子 需要我们的一样 需要我们再看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是再晚二十年后的孩子 那他们现在遇到一些城乡的差距 这些问题将来将会 台湾面临怎么样的状态 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国家城乡差距 可以这样讲 比很多国家应该算是 还算是好的 美国更加严重 英国其实也相当严重 联合国每一年都有一个统计 讲到城乡差距 好的国家其实不多 主要的好的国家都是在北欧 小很小的国家 那台湾也不能说是非常差 不过的地区这个城乡差距 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这个是怎么样看出来了 其实就是看教育 你去看这个台北市 我们这是什么区啊 大安市啊 那我也搞不清楚 信义区是不是有钱人住 那也是更加有钱了 大安区14个学生 吉林的学生 就是高中毕业学生 有一个可以进到台大 14个有一个 东和花莲是300个 选一个地区 可是我要讲 有些人就看到这个报道以后 就是说台大应该多收 这个花莲和台东的学生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啊 其实一个人如果 他的程度不够 你要硬要收他 这是没有意义 这是第一点 大家懂不懂呀 那因为功课不好 你一定要进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 结果你反而会有自卑感啊等等 这个对你是不好的 可是最重要的问题 不在于一个人能不能进台大 而是一个人大了以后 要不要打零工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才是我们国家该问的问题 这个就是在花东和台什么 就是花莲和台东 百分之多少的人 多少个人中间 有一个要去打零工的 然后再去看 这个台北大安区 多少人中间 有一个人要打零工 刚刚这个就正好相反过来 大家懂不懂呀 那边就是很容易就去打零工了 这边呢 就是找不到要打零工的人了 大家知道 这个才是我们国家要注意的 因为一个国家 如果有这种样子的情形 就是很多人是靠打零工等等 这个不太好 相当相当的严重 而且如果他现在打零工 他收入就不高嘛 对不对 收入不高 他的小孩的功课又不好 大家同不同意 你看那个大安区 就是小孩子功课好 就是他家庭好嘛 家庭不好的小孩 就是很难功课好 并不是说是花莲地区的小孩 不用功嘛 就是他的文化刺激啊 都比不上人家 所以他就会在功课不好 功课不好 如果不能进台大 这个不是严重的问题 就是功课不好到一个程度 他什么东西都不会 那个就严重了 他只好打零工了 那么各位也都知道 在花莲有一个学校 在学校呢 这个有一个电子工厂啊 就跟他讲 我们保留了五个名额给你 来做作业员 大家懂这个作业员吗 我跟你们打赌 你们大安区 没有人要去做作业员的 作业员就是做工人 工人 就是工人 那么 技工我们可以说 有一点技术的工人 就是还算好了 就是那个厂房啊 也是很干净 对不对 福利也都还不错的 也比较 不会有这个环境不好啊 等等 可是 他们说 你还是要经过一点考试了 那考试最重要 就是要看看英文够不够 英文是很普通的英文 几年来没有一个同学 能够去做 做这个作业员 这个才是我认为 我认为最重要 可是好像教育部长 好像贴不进去 他不晓得在想什么 反正我看起来 这是最严重 并不在乎大安区 还不晓得 我老实讲 并不在乎台东花莲 有多少人可以进台大 重要的是台东花莲 有多少人会的 变成了 打零工的人 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国家是有人打零工的 相当多的人 打零工 打零工意思就是说 他有一顿没有一顿 各位还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问我的话 我认为也不要说 我们国家严重的不得了 可是也不能说 我们国家不严重 我认为是满意 教授 对不起 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当然阅读 我个人感觉说 阅读算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是不管自己 各人所的经验 你多阅读的话 你少许的冤枉路 我觉得阅读重要 那就基于你说大量的阅读来讲话 我个人觉得说 你可能国富老国有 还是一个感觉就是说 你像一个花朵里面 有花蕊 有旁边的花瓣 那可能教授所讲的 是说你外面的花瓣 你也要知道 像以前我们 以前所念的 国学审问 甚至明辩读习 还有群职劝学篇里面的 讲一生当中呢 你要追求一个目标 我想说 我始终想说 请教教授说 要澄清一个问题是说 大量阅读 你引起你的兴趣 那个只是一个发泛 对于人生很短暂的时候 你必须要一个花瓣 你必须要一个核心的事情 是你的重点 这个事情是你个人的 这个性向 自愿 应该走这条路 就像选手 劝学篇里面所提的 这我是想请教授 知道我讲 谢谢 我想 我所讲的大量阅读 是说你的工作 完了以后回家 你就乱读一阵 我是这个东西 我并不是说 这个大量阅读 是一个 你平常上班的时候 也在那边读这些东西 就是读闲书啦 所以这个以我来讲 我们还是要做 教授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读我们 非常奇怪的论文啊 这些东西 那个东西是 你的本业应该 那个专门那个 比如说教授是电子 或者是各方面来讲的话 我是电机系毕业 我是教计算资讯系啊 我主要的时间 当然还是研究那些东西 可是呢 有时间的话 还是要多看看 这些扎七扎八的书 总是比不足好 那这边 教授可以请教你 你如何协助培养阅读的兴趣 因为很重要 我们知道 但是知道的人就是会去做 不会知道的人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 我认为这个阅读的兴趣 应该从小可以啊 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小学的时候 就没有说是把小孩带到图书馆去 或者这样讲 其实是不能带 为什么那个图书馆太差了 你如果去 像我不晓得 我们的这个叫文件会的主任委员 有没有去看过我们的乡 乡是没有的 乡有图书馆 乡有的乡有 不能够做这件事 那如果这样做 那你现在去花好多钱去培养 说是给人家拍部电影什么 当然了 我参加也有人会拍出好的电影 我仍然要讲这句话 为什么欧洲或者是中南美的那些小孩 有那么多的人会足球踢得那么好 是因为有大批的小孩子都在踢足球 然后就有少数的人就脱运而出 大家懂不懂 你现在大批的人不读书 然后有一两个人或者是怎么样 他的文创非常好 我认为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英国人是相当读书的一个国家 各位也知道英国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就是那个作者会去朗读他的书 奇怪 这是某某图书馆 这个作者亲自去 他就去读耶 叫我在下面听我都烦死掉了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他们对作家是看的 法国人是更加对于这个作家崇拜得不得了 各位知道从前这个 这个雨果去世的时候 听说没去世 就有一天忽然之间这个巴黎市民 发起对于甚至于果的一个崇敬 就是排队走过 大游行 游行不是捧政府也不是骂政府 而是要向这一个作家致敬 那他就住在四楼 大家就走过 他那时候他已经生病 他也没有出来招呼大家 你懂得吗 那我们国家会不会 我们国家不会 大家懂不懂 这就是这个作家 我在英国还有一个叫做作家之旅 就是你可以去访问 所有这些有名作家 他当初住在哪里 我们作家的房子 谁小人住在哪里 根本没人管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 我还是要讲 这个阅读要从小就要有这个习惯 从小就要开始 从小就要让他大量的阅读 那我还是又要讲了 这个图书馆一定要办好 各位还有没有 我想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好不好 好 这这位 李教授 我感觉非常的幸运 今天正好经过这边 听到李教授的演讲 那么平常我就是在网路上 看过很多李教授的那个文章 那么我现在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是那个六十年前看过翠翠电影的那一个 然后 然后这几天呢 我就去看了那个现在正在演的叫做环太平洋 那个就是那个我最不爱看的就是那种钢铁人的电影 可是我就强迫我自己说我也要去看这种电影 不然的话就会搞成说 哎 李教授 那个 以花台是怎么样 他说我没喝过 还有说 失败苹果跟苹果失败 不晓得 不希望说有一天变成这样 好这个是题外话 谢谢 谢谢 以花台是不是收结了 那个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啊 那这样我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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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教授 好 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 你们的参与是我们荣耀 我们的荣幸 谢谢 大热千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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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 很温死 她 她 你 że 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